2017年4月16日,在安徽吾湖市发生了一起令人揪心的事件,一名六岁男孩浩浩,在每家夜巷小区内,被狗扑倒咬伤后死亡。 而在事件发生后,浩浩的父母对狗主人、小区物业及涉事医院进行起诉。 2018年,法院公开审判,一审判决几方共计赔偿浩浩家属金额约79万元,但涉事几方均不服从一审判决结果,并向吴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。 2019年4月28日上午,吴湖市中级人民法院,就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中审判决,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。 事件发生在2017年4月16日,浩浩在每家夜巷小区内玩耍,被突然窜出来的狗咬伤念颊部,得知消息后,浩浩的父母飞速将孩子送往晚南医学院一居山医院,但晚,浩浩接受了眼瞼重建成型和幼眼瞼裂伤缝合手术。 4日,浩浩在静湖区医院注射了狂犬病免疫球蛋白,狂犬病疫苗。 本以为浩浩在接受治疗后,就眉无大碍了,可4月24日浩浩出院后,出现了严重的发热噬睡等类似狂犬病症状,浩浩家属再次将孩子送到医院。 5月6日,南京儿童医院与南京二院联合诊断,确诊系狂犬病,22日凌晨浩浩浩抢救无效死亡。 在心爱的孩子不幸离世后,浩浩父母舌超,杨发兵,将狗主人告上法庭,同时也对深圳华强物业管理无胡分公司,华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,涉事的晚南医学院一居山医院进行起诉。 浩浩父母的诉讼请求中提出,要求己方赔偿损失,791384.62元。 静湖区人民法院在调查审理此案后,在8月3日对该起案件进行了一审判决,判决内容如下,被告人李某在判决生效日起,10日内赔偿原告约27万元。 被告晚南医学院一居山医院赔偿原告各项损失约35万元。 涉事物业公司赔偿原告损失,合计约15万元。 一审结果出来后,几名被告均不服从此判决,并向吴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。 2018年12月17日,吴胡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执政谈话。 在谈话过程中,被上诉人代理律师阐明了涉事几方的主张。 他称,一居山医院申请调取了静湖区医院的疫苗注射情况,以此来判断该人使用的是否属于长生疫苗,具体的详细情况将会在核实后公布。 而物业方则表明,自己不该承担主要责任。 但是根据浩浩父母的主张,他们应该为此事件负责,毕竟他们是一个公共型的收费单位,浩浩发生事故的位置,也在其管理范围。 该案件在2019年4月28日进行了最终审判,吴胡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几方上诉,为11审原判。